已就任总书记后 首访就来到中国 充分体现了 已对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执政的共产党 中越两党要秉持友好初心 更续传统友谊 牢记共同使命 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持续深化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共同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相信我们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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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